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大家好 很久不見了 我不想花太多時間 大概在1967年 當時我還在麗的影聲 麗的呼聲做播音 在麗的影聲做演員 兼埋配音演員 剛剛可以有兩頓飯吃的時候 突然間有一天 有個電話說 喂 馮雪凡 坐完導演找你拍電影 坐完 坐完找我拍電影 真是假的 原來是真的 就是這樣 第一部電影《紅花合道》 就是坐完導演帶了我入電影界 我記得大概應該是拍第二、三部電影的時候 我就告訴他 我說 喂 導演 我很想做導演 有沒有機會呢 年輕人 你真的想做導演 好啊 我還沒用我副導演的 你跟著我 你跟著阿全哥先 阿全哥就是當時的長記 我就開始在阿全哥旁邊看我怎樣做長記 在攝影機上 好像阿超哥 怎樣拍 然後就 還沒用 他說你現在學做副導演 不是副導演 我記得有一次他 他晚上帶我回家 男孩子 我們明天去拍這場戲 你分鏡頭給我看 我很強烈 分了 分了多久就不知道 我說 阿全哥 我分了 你看看 你瘋了 你看看 每個人都靠近 拍照嗎 那又是 為什麼每個人都靠近 在我心目中 可能覺得 他對白都這麼重要 重要是要靠近 那當然不行 跟著 真的開始慢慢 在現場 做副導演 到彩原導演 第一次入國泰 拍第一部國語片 《火鳥子丁香》 我就真是一個政治識識 拿身水的副導演 從那時候開始 他不僅是 帶我入電影界的恩人 還是我的恩師 我永遠的師父 最後一樣 我還要說 我終止到1974年 最後我可以第一次 撿到第一部電影 《香港屋傘下》 第一天 在現場 坐完師父來到現場 我第一個鏡頭 是他跟我擺鏡位 所以我永遠記住 我永遠的師父 坐完導演 1973年 邵氏公司推出首部粵語電影 《72家房客》 拍出香港社會人生百態 創出票房高峰 從此 一度消失的粵語片 恢復製作 香港電影歷史就此改寫 當初 在背後堅持以粵語 說出地道故事的推手 就是坐完導演 坐完先生 在1955年 投身編劇工作 筆名巡語 1958年 他以24歲之靈 撿到胡叛草 第二年 就拍出叫好又叫座的 社會倫理悲劇 可憐天下父母心 坐完導演多年來 參與製作過百套電影 類型風格眾多 包括《大丈夫日記》 《玉女添丁》 《黑玫瑰》系列 以及《冬暖》等等 更開創改編古龍小說的熱潮 例如《流星蝴蝶劍》 《三少爺的劍》 《多情劍客無情劍》等 經典武俠片 都是出自坐完導演之手 三十多年的導演生涯 坐完導演多番開創新風氣 大膽創新的精神 成為無數後輩的學習榜樣 坐完導演奠定了 無數國語和粵語片的基石 是香港電影史之中 最重要的一個名字